哈喽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Ivy的蓝蛇蓝蜂 中秋到了 我们都在欣赏一年中最美的月亮 花好月圆是一种美好的寓意和意境 在这我祝愿大家家庭美满身体健康 中秋节快乐 今天在赏月的同时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欣赏蓝色里的蓝花 我们就从这一盆开始吧 这是一颗原生种的蝴蝶蓝 贝利娜 它的花品非常的端正 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 而且是香的 由于灯光的关系吧 这里看上去有点偏黄色 其实它是草绿色 比较 润的绿草的颜色 那个紫色是深紫色 而且它的花品非常的正 它这一颗是原生种的 所以呢 没有分什么季节 如果离养的 如果离养得好的话 它整一年都有机会开花 而且是在同一个花梗上继续的续花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花梗前面已经在续花 这一颗蝴蝶蓝 有一点可惜的就是 它前面的叶子 看上去有一个缺口 可能是它刚刚长出来的时候 我给它的水分不够 出现了裂口 随着叶子长大 裂口越来越大 这有点可惜 这张照片才最接近 它本身的颜色 这是白天拍的 它的香气更加是出了名的 说到了香 当然离不了紫香兰 这是才打开两天的紫香兰 它的颜色非常的艳丽 花二上是绿色带有棕色的斑纹 花瓣是深紫色带有白色的裙边 非常的美 而且是香的 这花是我去年买的 但是 这一次是它第一次开花 其实它长了很多的新苗 都说有新苗就有花 但是就是不见花 它的根也长得非常的好 我期待了很久了 才第一次看花 本来它不只是三朵的 有五朵 但是在九月二号那一天 不幸的它的花梗断了 紫香兰 它除了它的颜色鲜艳以外 我也很喜欢它的花形 非常的有动感 很美的花 它的名字的来源是 因为它是带有紫色和香 八月份的时候 有个朋友 带花送给我另一个品种的紫香兰 它长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你喜欢哪一个 现在这个季节 是另一个兰花品种盛开的时候 它就是文心兰 也叫跳舞兰 你现在看到的是火山皇后 她穿着枣红色的小背心 和鲜黄色的迷里裙 她正在跳着夏威夷草裙舞 红枣颜色的红 配上柠檬的黄 颜色鲜艳夺目 火山皇后 她热情奔放 却非常的质朴 没有喷香水 所以你闻不到香味 这个兰花 我是从2017年开始水培的 是传水培 接下来出场的这个 令我想起了18世纪 黄世中的美女 身材圆润 她的上身穿着橘红色的树腰小背心 下摆是罗扇大长裙 她的头上有很多漂亮的头饰 身上还带有香味 这花是我的一个朋友 花后送给我的 我把它转了水培 有几年的时间了 去年开始 我给她加了新鲜的水苔 可能她很喜欢这种环境 一年时间里出场了三次 她除了颜色和形态漂亮 最吸引人的是她的香气 是桂花香 非常浓郁的桂花香气 整个蓝色都能闻到 我朋友把她给我的时候 没提过她是香的 当她第一次付花的时候 我隐隐约约的闻到一点香味 当我求食的时候 朋友说好像是吧 但是随着她每一次的花 她的香气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浓 她还有一样有趣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她不是按顺序出牌的 她并不是从最底下开始开 她的花会很随意的 这里开一朵 那里开一朵 你看这个花蕾就是在底下的 还没开 这边也可以看到 有几个花苞也没有开 中间这个位置也有 所以非常的有趣 不知道从哪里跳出一个小母女 可能是一年多次复花的原因 能量跟不上吧 她这一次开的花不是很多 但是她曾经是在一个花梗上 开过98朵花 希望下一次来的是一个舞蹈团 大阵仗演出 在角角的月色下 在野外的丛林里 有一群美丽的蜘蛛 慢慢的爬出来 晒晒月光 听着蟋蟀的歌声 这些美丽的蜘蛛可能都成精了 身上香喷喷的 但是她的香跟一般的花香不一样 带着松香的味道 可能她是住在一棵古老的松树上 所以身上带着一种 醇厚古朴的松树的香味 大自然的味道 她有点早熟 她的苗还没有发育好 你看她的囚径还没有长成 就已经长出了两只花梗 一只有七朵花 另外一只有五个花苞 你看 她这里还长出了两个小苗 但是她本身的囚径还没有长好 这个名签上写着的是她的名字 这是一颗非常值得拥有的兰花 它的形态非常的美 而且很情花 很容易复花 而且它整天都是香的 通常兰花是早上或者是晚上香的 而它是整天都香 美丽的蜘蛛精都出来晒月光了 连天上的仙女也被吸引 下凡来看热闹了 这仙女穿着深紫色的 绣满了精致图案的青纱长裙 张开天使的翅膀 从天空中徐徐降下 是那么的轻盈优美 这颗大花纹心 是在我的视频22集里面介绍过的 当时她从囚径的顶端 长出了一只花梗 就是现在开花的这一只 后来她在囚径的旁边 又长出了另外一只花梗 一共有九个花苞 也就是说一球双剑 原来偷偷下凡的不只是这四个小仙女 她们还有九个姐妹在绿序降临 好期待看到她们船部打开的样子 想象一下 一件上九朵这么漂亮的大花 该是多么的美啊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并订阅 谢谢